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科学家们从地层当中挖掘出的化石表明 在地球上生存的生物是由低等到高等 从简单到复杂 这是否与我们学习中讲的这个事物是由复杂到简单 有冲突呢 那么这个说法是这样 这个地层 这是个比方 他说科学家们说 发掘呢 这化石一层一层的下去 这上面呢是复杂的 往中间呢就简单一点 到下面更简单 说明什么 就是地球开始的时候啊 是简单的 以后来越来越复杂 科学家们这样说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个事实 我们科学家也发现 在最简单的化石层之下 又发现非常复杂的像人一样 你怎么解释呢 这是科学家所发现的 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并不能因为你看到地层 越上面越复杂 底下简单一点 就说是从简单到复杂 因为我们确实发现 在非常简单的底下又复杂的 这就说明 这个并不是我们地球上发展的 这么一个像有些科学家所说的 这是一些不相信上帝的人 他们以此来反对 因此他就找些这样的例证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 就发现这样的例证 因此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什么呢 我们从客观事实来看 弟兄姊妹 我们一个客观事实告诉我们 我们看不到任何事物 是自然的从简单到复杂 你有没有看到过 那一堆钢筋水泥 它过了十年二十年 它自己就变成一座大楼了 有没有看见过 你十年二十年太少了 我们说五十年 一百年一千年 那些钢筋水泥 它自动就会变成大楼 谁相信呢 我请问一下 就是你相信进化论的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一堆原材料 过上一千年 它就自动成为大楼 相信的请你举手 我看一个也没有举手 这不可能的事嘛 这些原材料不经过设计 不经过工人在那里建造 怎么会成大楼呢 我们所看见的 不存在这个事实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想也不必再多说 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 水 和你的水往下流 你丢下去的东西 肯定它是往下面去的 如果你说丢下一个东西 让它往上面走 那你必须坐个船 是不是 机器发动才能够逆流而上 我们所看见的 你所看见的 一切的事物 不存在 从简单到复杂 简单到复杂 一定要用思想 要设计 要用动力进去 因此呢 我们知道 世界上出现这么多奇妙的 那许多不可思议的 智慧充满的 这许多事物 都是经过设计制造的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到的 第二问题就提到说 进化论 也无法解释 千变万化的 生物组织的结构 功能 但有一些自然规律 是不是 也是错误的 比如 实者生存 不实者淘汰 有这问题啊 这位弟兄提出来的 各位 自然规律 如果是真正的自然规律 绝对是没有错 这句话 我们不能够认为 它是自然规律 实者生存 不实者淘汰 这个并不是自然规律 诶 有的人说了 为什么不是啊 就是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我们做个基督徒 社会 很多人都在犯罪 他们不诚实 上班的时候 会用公价的事情 去做自己的事 甚至呢 拿点公价的东西 也认为没有什么错 一支笔啊 一张指头啊 或者怎么样 在办公的时候 自己拿一点回去 也无所谓 一般都是认为如此 但是基督徒怎么样 我们要做中流砥柱者 我们就绝对不贪任何一点的便宜 你说谁实啊 谁是适应这个社会的呀 各位 我看 如果是按照一般来讲 我们基督徒是最不适应的 你这样做的话 其他人就攻击你 但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只要靠着上帝 我们做个诚实的人 至终 还是你会长久存在 那许多不诚实的 有些手段的人 不过暂时而已 那你说不是的 现在看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是还是有点实践性的 到最后你会看出来 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再说一个比方 如果做生意的要诚实 同时 开两家生意店铺 一家是诚实的 另外一家和一般人一样 这个裤子 买来是十块钱 如果我加上五块 七块八块 再加一倍吧 我看也差不多了 买个二十块 但有的呢 他说这裤子我买来是四十 我现在买五十 所以他卖五十块钱 这个质量好 买东西也不知道 结果呢 他实际上还是十块钱 买回家去以后 一看 懂得一看 哎呦 吃亏了 这个不值这么多钱 你可能这么一做 骗了很多的人 人家第二次还来不来了 哎 这家人不可以去 他去骗的 今天旁边一家是诚诚实实的 买了十块 我就买十五块 我再加上几块利润 比如说可能不好 他这么便宜 回家一看 的确很好 就传开了 亲戚朋友啊 你们到那个地方去买东西 各位 谁识 谁不识呢 我看现在认为 识者生存的 就是撒谎的 就是欺骗的 做生意差不多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 叫诚实 时间一长 就知道了 谁是真 谁是假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这个实者生存 看他是不是对的 是真善美 还是假恶丑 我们要看 他的实质是怎么样 因此这个不是一个 自然的规律 我们不能够 把它作为自然的规律的 所谓自然的规律呢 地球扰着太阳转 这自然的规律 一个人应该守法 像基督徒呢 应该遵守诫命 应该爱人如己 应该呢 情善而不行恶 这个规律 你能够做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永胜 你如果作恶 如果是你违背良心 常常撒谎欺骗 起结果 那你就是灭亡 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 人种什么就收什么 你种下去 吃一个西瓜 它不会结一个葡萄下来 是吧 你种下的是个甜瓜 它不会结个苦瓜 这是自然规律 这个规律是肯定的 人种什么就收什么 所以我们呢 对这个我想 应该有个这样的认识吧 第三问题 其他生物的 趋利 避害 是不是一种智慧 有些生物 它可以 避免自己受害 我们说 一种保护色 有一种 蛇 我们说 那个 长虫啊 它的颜色和树干 是一样的 所以它盘到树上 你看不出来 还有一些虫子呢 它和树的颜色 和树叶长得一样 好像树叶子一样 这种保护色 是不是上帝给它的智慧呢 当然是上帝给它的 上帝让它生出来 就是这种颜色 可以保护自己 我们上次提到的 还有一些生物 它会分泌出来一种 很有毒的物质 这个有毒的物质呢 也是保护它自己的 这不是它自己有的 是创造主所赋予的 某一种生物 有什么特能 它的样子怎么样 它发出什么气味来 它是怎么样生存的 给它什么特质 就是这样 它也不会改变 一个蝴蝶 一个昆虫 它就是蝴蝶 它就是昆虫 它不会变的 好吗 我们 这位弟兄提出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 不太卡当 结束以后 是这位弟兄 请你留下 好吗 还有一位是张 张弟兄 也提出来了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呢 基本上我在这里 已经回答了 写的作业本上 第一个问题 是这样提的 圣经既然是 三千五百年前 所写的 中华文化 已超过五千年的历史 这如何去理解呢 这问题呢 等一等我们就讲 所以我在这就不回答了 今天我们就要讲这问题 其他的五五问题呢 已经写在这里了 结束以后 一位是张明智弟兄 还一位是周花辉弟兄 两位是弟兄吧 请你接触以后到前面来 我们再交流一下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收获 欢迎问题 我们就提到这里 下面我们看今天的第二课 弟兄姊妹拿到了吗 有圣经这一课 圣经是一本什么书 我想弟兄姊妹 都是很愿意能够明白的 上帝非常爱我们 在这里有几句话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但是这句话呢 我们在座点 我们经过上两次给大家讲了 有好多事情姊妹 可能有点体会了 但是呢 可能体会的还不够深 上帝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我们常说一分钟 我们也存活不了 因为什么 生命上帝给我们 维持生命也是上帝给我们的 上帝对我们的心 不仅仅是让我们可以生活 可以动作 可以存留 上帝愿望我们什么 弟兄姊妹 他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世界 让我们在他的爱中 比确在他的爱中啊 我常常感受到 我们确实是在上帝的爱中 你到自然界去 你就会感受到 那么美的 那许多的植物 那许多动物 是给谁呀 是给谁预备的 为我们预备的呀 为人类预备的 我们第三课 就要给大家讲 上帝怎么样创造世界 那个时候你会体会到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人类 可是我们人类 要遇到什么 很多不开心的事 愁苦烦恼 还有眼泪 更使得我们恐惧的是什么 最后的死亡 我们多么愿望 能更好的生活呢 但是无情的死亡 却把我们人 好多的人的生命 给夺去了 每一个人 最后都要经历这个死亡 每一个人 最后都要经历这个死亡 因此上帝呢 他要叫我们知道 我们人活在世上 不是这样 我们最后一死就完了 绝不是这样 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什么新的生命呢 就是使我们 不再罪恶的愁苦烦恼 也不再罪恶所带来的 疾病痛苦和最后的死亡 各位这多好 如果今天你真的知道了 相信耶稣确实要给我们 新的生命 让我不再有痛苦 疾病和死亡 我相信你是非常喜乐的 各位 再也没有 比这个可以使得 我们喜乐的事了 怎么知道呢 大家会说了 你讲的这许多 怎么会让我们知道呢 上帝就写了这本圣经 这本圣经我们手里都有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这样对我们的心愿 首先知道上帝创造万物 宇宙的主宰 而且他非常爱我们世人 爱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同时差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牺牲 各位我们可能 这么一听啊 觉得太远了 你说的太远了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弟兄姊妹 我们说过两次了 上帝就是要把这份 他的心愿给我们 因此写在圣经里面 不仅写在圣经里 还怎么样 还叫耶稣亲自到世上来 就宇宙的主宰亲自到世上来 把上帝的心意给我们讲明 我们在第五课给大家仔细讲 关于耶稣道地上来 就是宇宙的主宰亲自说明 他爱我们的心 他使我们世人 真正要得到心的生命 现在我们就讲圣经 上帝如何在圣经里面显示 他对我们的最终旨意 和他的大爱 圣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在你上帝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 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有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我想这一点 弟兄姊妹你愿意得到吗 你愿意不愿意得到永远的生命呢 我想大家都愿意不过没有说 为什么呢 大家就在想真的吗 会让我有永远的生命吗 不过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感想 今天你坐着的人 我想在这里没有想到我明天就要死吧 你有没有想到明年死呢 我想也没有吧 在我们在座的死虽然是一个事实 但是今天活着的人 我们总想我们会活下去的 对不对 也没想到 哎呀 我今天竟然会 我回到家里就要死了 我看今天在座的没有这么想法的 我们都愿意活啊 而且永远活下去啊 虽然我说 愿意愿意得到永远的生命 大家呢 不能表示 但是心里还说 对呀 最好能够永远活着 是不是啊 谁愿意死呢 这是人应该有的最正确的个愿望 就是我们不再死亡 永远活下去 今天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 各位 我这几十年来 我深深感受到 我所相信的主 给我的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常给弟兄姊妹讲 我已经将近七十岁的人了 但是在我里面的活力 我绝对比一个年轻人还要活力大 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和年轻人比一比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生命 我们说快到七八十岁的人 已经快要到坟墓里去了 但是在我的心里头 有极大的盼望 为什么 上帝给了我 我深信 不但我深信 而且在我的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 我已经深深地得到了 真正得到了 所以我愿望呢 把我所得到的 给弟兄姊妹来介绍 好 我们再回来 我们看看这本圣经 到底是怎么样写的呢 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这本圣经是怎么写的 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写出上帝的话来 就是这样 各位我们今天到这里来 都是圣灵感动我们 大家会觉得 这圣灵太奇妙了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感受到圣灵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 能够坐在这里 都是圣灵把你带领来的 可能在你思想当中 还有个势力了 哎呀 今天朋友叫我啊 同学叫我去玩一玩呢 这里面呢 就在斗争了 到底我去玩呢 还是我到礼拜堂去 听听道理 这时候 你在斗争之下 你决定了 到这里来 谁叫你来的 圣灵帮助你来的 感谢主 我们听了道理以后 觉得很对啊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因此 圣灵呢 在上帝的旨意之下 感动他 就写了这本圣经 我们说 这本圣经 有多少人写成呢 有四十位作者 一共用了一千六百年 就是创世纪第一卷 写到最后的一卷 经过了一千六百年 我们共分六十六卷 这就是这本圣经 上帝怎么样 叫四十多个人 经过一千六百年写成呢 他用什么方式 最主要的 我给大家讲 我们在这里 大纲里头分了六点 实际上综合起来呢 我们说 借着圣灵 感动这个人 写出什么 上帝 他对我们世人的心意 怎么表达 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呢 他用几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写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啊 大家问历史有什么意思啊 历史就写明 经过了以后 你看到了 缺失于为超人的 在那里管理着 如果没有超人的 管理过 这个历史不会如此的 而且你在人看来 就会使这个民族灭亡了 诶 但是上帝 就在这个民族中间 保守他 让他不但没有灭亡 还复兴 伟大 各位以后你可以看 以色帖记 有一个波斯国这个大将 就建议波斯王 把犹太人全部消灭了 王已经下了命令 招数 传到全国去消灭犹太人 怎么样 上帝掌管 各位你看看以色帖记 非常有意思的 我在这不给大家说了 而且上帝掌管 一下子扭转 那个建议火王 消灭犹太人的人 他做了个五丈高的木架子 把那个犹太人 他所恨的那个头头 也不是头头了 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 叫莫迪改 做了五丈高的木架 把他挂上去 第二天就要挂上去了 结果第二天 这个是王的一个亲训 他说什么话 王都信的 结果一夜之间 第二天 把谁挂上去了 把他自己挂上去 各位这是历史的事实啊 不是我在这儿给大家空说的 你看以色帖记 因此历史呢 就告诉我们 有位上帝 他是最公益的 所以用历史的方式来表达 还有什么 他有预言 我们下次就给大家讲 讲一段预言 用梦 地相 和梦照 来表示 上帝 对我们人类的心意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一些人的经历 他经历过 他遇到一个很大的危险 这危险可以说 任何人都不能救他的 他就呼求上帝 他坚信上帝 上帝用奇妙的方法 让他得到了拯救 各位 有一个人 他叫月拿 上帝说 你去传警告 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罪恶深重 叫他们悔改 月拿怎么样 他不听上帝的话 他就坐着船 上帝让他往东 他就往西跑 结果呢 到了海里以后 起了大浪 这个船几乎要沉下去了 他们想肯定我们的船上 有人犯罪了 后来就 他们抽签 就抽出来月拿 月拿说 是我犯罪了 你们把我丢在大海里 这个船就平静了 他们不敢丢啊 看你丢吧 结果真的把他丢在大海里 马上船就平静了 上帝怎么样 一百个大鱼 把月拿一下子吃下去 吃下去怎么样 三天三夜 把他带到上帝叫他 传警告的地方 大鱼把他吐出来 结果 他在那里就传了警告 那个地方人就悔改了 各位你看 这是实在的事啊 不是一个缺构的小说 让我们看到 上帝为了爱 尼尼伟成的人 让他们悔改 因此呢 就讲到这个事实 圣经里面 他用不同的方式 来计数 目的什么 叫我们知道 有位上帝 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做了诗歌 他们自己的经验 变成诗 他们唱 他们回忆 另外还有呢 就是耶稣到地上来了以后 耶稣的门徒亲眼看见这位 宇宙的主宰 到地上来 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他的确是上帝 就把这些事迹 写在圣经的 新约圣经当中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耶稣复活生天以后呢 他的门徒 要把他传出去 传到全世界去 记述 这个传福音的经过 圣经里面 有两卷最重要的预言书 从创世 一直 按照次序 一直写到现在 最后将来 我们进入永生的天国 两卷预言书 好 现在啊 请大家 就翻开 我们的圣经的目录 目录 因为以后大家都要 都要学这本圣经了 怎么学呢 大家都翻到圣经的目录 都翻到了吗 有的人还没有翻到吧 翻到目录 各位看见没有 旧约 旧约全书 你再翻到中间后面一点呢 还有什么 新约全书 圣经 分成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什么是旧约呢 就是耶稣降生以前 成为旧约 也就是公元前 我们说公元前呢 写的圣经 成为旧约 耶稣来了以后 公元以后 那写的呢 我们就称为新约 就是这样 这么来区分的 旧约开始的一卷 就是创世纪 上帝怎么样创造 整个世界宇宙的 创世纪 一卷一卷的下去 这里边开始是 记述以色列人的历史 以后以色列人到了现在的帕特斯汀 上帝应许给他们的 那个地方是流奶与密之地 是最好的地方 他们建国立王 可惜 以色列国分成南北国 南国还比较好 北国就违背上帝 以至被亚兽国所灭掉 南国呢 他们又受到 巴比伦的鲁去 在这鲁去以后 七十年 他们传扬了上帝的真理 高举了上帝 上帝让他们回来 以后啊 又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稣降生到世上 各位这段历史啊 有什么意思呢 让弟兄姊妹看见 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到现在就是以色列国 但是现在的以色列国 不再是上帝拣选的 因为他们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大家又会问了 为什么又把耶稣 钉十字架 这以色列人呢 我们以后给大家讲 第五课讲 这都是大问题 需要我们大家理解的 总之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叫他们先感受到上帝的爱 让他们感受到以后 把上帝的福音传到全世界去 因此圣经呢 就是以色列人写的 也是犹太人写的 各位 犹太人呢 我给大家说 他们有很多过错 有很多可耻的罪 圣经都记下来了 抄写圣经的人都是犹太人 他抄到犹太他自己的国家 所犯的罪 可耻的罪 他一个字也不能更改 各位 几千年抄下来了 犹太人罪 一个罪都没有抹杀过 各位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出于上帝啊 现在你想想 一本书如果写到 他自己的民族 有什么可耻的事啊 我看他最少在写历史的时候 也要把他淡化一点 甚至有的就把他去掉了 我们可以说 常常歌颂一个人 歌颂他的时候怎么样 大才的缺点一点也不讲 实际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缺点的人吗 绝对没有 等他死了以后呢 那缺点都出来了 各位啊 那个历史是绝对不正确的 人所写的历史 都有私人的 偏见在里面 都有一定的社会的环境所影响 只有圣经 是绝对准确 我到下面呢 给大家讲 特别要讲这个问题 好 这个旧约呢 就是写在耶稣降生以前 里面呢 请大家看 月博记 诗篇 真言传导雅各书 中间的这几卷 这是诗歌 特别好 对我们 你看了以后 会使你得到很大的安慰的 会帮助你 让你更认识上帝的 以后是什么呢 以赛亚开始 一直到旧约的结束 我们称为先知数 先知 这里面呢 都是以预言为主的 为什么这么多的眷属是先知呢 上帝让我们知道 一看圣经 哎呦 这绝对不会出于人意 人都不知道未来的事 只知道当前的 圣经 那以后的事都说了 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 圣经就提到我们 今天的状况 而且特别提到 在今天科学的发达 现在我们知道 是个科学知识 竞争的这么一个时代 圣经在2500年前就告诉了我们 他再来以前 人的知识要增长 而且那个时候最忙的 就是交通工具 在大印尼书十二章第四节 明确告诉我们 我们以后给大家来讲 预言 下一次给大家提一个 很有趣的 大家听起来很真实的一段语言 下面呢 我们看就是新约全书 新约全书呢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这是祭述耶稣的一生 以后使徒行传 祭述耶稣的门徒 如何把耶稣的真理传到全世界去 从罗马人书一直到接书呢 除了启示录我们称为书信 这是保罗所写的 我们下面呢 就给大家介绍 现在 我们谈到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写圣经的几位 我们选一选 有40多位了 各位这位啊 叫摩西 他写了前面的五卷 他过去脾气是很暴躁的 甚至呢 他一拳头就把人打死了 你看这个脾气很暴躁啊 后来怎么样 后来摩西啊 后来摩西啊 他是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谦卑的人 圣经说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各位 怎么回事啊 原来的时候 他很骄傲 也觉得靠自己 到最后啊 上帝用他的时候 他说上帝啊 我不行 我是个啄口奔舌的人 又不会说话 实际上那个时候 上帝把他训练好了 所以后来啊 他从那么 高造的人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摩西 他就写了圣经的前五卷 再下面呢 这位呢 是撒门 撒门 母亲生他以前呢 他母亲不生孩子 就祷告上帝 上帝就应许给他孩子 他母亲叫哈拿 他母亲就说了 当我生了孩子以后 我一定把他献给你 结果 就是撒门 就献给上帝 他非常忠实的 他又是祭祀 又是世事 又是先知 他做了很多 可以说 在当时呢 一般人 办不到的事 上帝亲自在他身上 这位呢 是大卫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 他就撒门又高 高了大卫 大卫在年轻的时候 是非常有为的 那个时候 以色列国 被其他的国家欺负 有一个人 比大卫高出两三倍啊 全身的 戴的那许多 打仗的武装啊 胸甲啊 那个长枪啊 那个铁的帽子啊 就一百多斤啊 大卫 才六七十斤 他穿的衣服啊 那个 那个给 给以色列国 欺负以色列国的 那个菲利士人 哥利亚 穿的 带的那许多武装 就一两百斤啊 大卫是个牧虫 结果怎么样 大卫和这个人作战 他说 你打我 靠着刀枪 今天我知道 宇宙之间有一位上帝 你来侮辱以色列国 上帝是不允许的 因此怎么样 我是靠着 谁啊 靠着万军之野华 与你作战 那个大将一看 你这个小孩子像狗一样 你和我作战 我全身穿的衣服 都比你重好几倍 你来打我吗 他骄傲得不得了 结果 大卫怎么样 小的时候 他是牧羊的 那时候只有十几岁 在这他就祷告上帝了 他一个鸡旋 一个鸡旋 可以甩石头的 他祷告上帝 他依靠上帝 结果 哥利亚 这个时候 他很生气 你小孩子 又有作战吗 他把那钢盔的帽子 往后头 往后头一放 他很生气 结果呢 大卫 一下子去怎么样 打入他的 俄部的太阳穴 马上 就死了 这件事情 就让我们深深地看到 大卫 他是靠上帝的 所以后来呢 他就做了 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王 就是大卫 大卫的儿子呢 是所罗门 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 所罗门写了 真言传导雅各书 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 这个王可以说 很少人能够与他相比 他的确是大有智慧的一个王 他怎么有智慧呢 各位啊 我给大家提一点 所罗门的智慧 有一天呢 两个人 这两个是不正经的女子 是妓女了 她们住在一间屋子里 各生了一个孩子 都是同天生的 结果大概有过了几天呢 有一个母亲呢 她睡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她一转身呢 结果就把这个小孩子啊 她睡觉睡着了 压到她的头部 这小孩就 仔细就死了 因为母亲睡得 睡得太 什么也不知道了 就是 什么也不知道了 结果当她一醒一看 哎呦 我的孩子死了 她偷偷的 把那个女人的孩子换过来 把死的给她 结果第二天早晨呢 那个母亲一看 哎呦 我的孩子没死啊 怎么早晨死了 好了 那两人就争了 说死孩子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大家争 就打起来了 好 那我们找所罗门去 让所罗门共判这个案子 到底这孩子 是谁的 你看 所罗门怎么样 你现在是三千年前了 现在容易啊 化验化验就行了 抽点血液化验就知道了 谁的孩子 那肯定就出来了 但那个时候 没有方法化验呢 怎么办 所罗门一看见就很有办法 他们就吵 就在争 所罗门说 很好 不要争 不要吵了 很好解决 他吩咐底下的大臣 你拿一把大刀来 把活孩子一批两 你们一家一半 好了 大臣拿来大刀 所罗门拿起来 就批 那个 一个母亲说 哎呀 所罗门王不要批 不要批 我不要了 给他 那个说 批了 一家一半 好了 怎么样 知道了没有 真的母亲 假的母亲 一下子就出来 各位 我这么一说 大家一听呢 这不是很小的事吗 但是在当时 没有智慧的话 是不会 做这样决定的 这所罗门王 因此天下万国 都去向他求智慧 他是非常富有的 他呢 结果后来 因为他 金银 如同地下的石头 那么多 他那么智慧 他就远离了上帝 他取了很多的飞兵呢 有一千个之多 上帝绝不喜悦 所以最后 上帝 责备他 借先知 他悔改了 他悔改的 写了传道书 传道书就是 可以说世界上 所罗门说 我所要看的 我所想的 没有一样 我没有得到的 各位 他又聪明 又智慧 他所用的东西 都是精精的 圣经说 金银如同石头一样 每一年 中一个 我都给他 都给他 献上君子 珍珠和宝石 结果后来 他就悔改了 他真的感受到 世界上的财富再多 那么多的飞兵 没有上帝 都是虚空 都是破风 你看看传道书 写得非常深刻 好多人 看了传道书 归向了上帝 下面 这是以赛亚 一个大先知 写了以赛亚书 他是 把耶稣基督的一生 以预言的方式 告诉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相信 耶稣是救主呢 因为预言给我们说 这是以赛亚先知 他为上帝很诸心的 上帝怎么说 他就怎么写 因为他忠心于上帝 结果被当时的王拒说 用拒把他拒死了 那以赛亚 还是忠心上帝道理 在他经历当中 他真的感受到 有上帝 同时预言 写得那么真实 以后我们会研究 以赛亚书的预言 这位是耶利米 耶利米 是以赛亚人 犹大国 快要被揉的时候 一位先知 上帝 给他很多 劝勉犹太人的话 犹太人不听 不听 就把耶利米 下在尖里头 放在一个 里面都是 烂泥啊 一个人就是 大半生在泥里面 各位 这是非常痛苦的 又不给他 又不给他好好地吃 折磨他 但上帝呢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救了他 各位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人看来是 没有希望了 但上帝就用 他的大能 把耶利米 把耶利米 冲到淤泥里面 救了出来 他继续 在传说上帝的警告 结果 当时那个王呢 就把这个 耶利米所写的书 把它烧了 烧了有什么关系啊 上帝说 你再拿来 我再给你写上去 上帝就叫耶利米呢 再把语言上的话 写在这个书上 这位是但一离 他是个年轻人 写了但一离语言书 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各位 以后我们给大家讲 很多重要的语言 都是他学的 他在巴比伦国 巴比伦王 要侮辱上帝 他要开高自己 因此呢 上帝给他很多的恩典 借着但一离 把奥秘的事 指示给巴比伦王 但巴比伦王 他是个忘恩者 以后啊 他就做了个金像 叫所有的人 都拜他 结果上帝显示大能 都要在拜巴比伦王的时候 结果那次怎么样 上帝行了神迹歧视 大家都看到 上帝的歧视 什么歧视啊 就是有三个 相信上帝人 不拜他的金像 他做了个金子的像 叫人 跪下去拜他 这个金像 就是代表巴比伦王 我们有三个青年人 不拜 巴比伦王怎么样 就把这三个青年人 就把这三个青年人 丢在火里烧死他 他很狠啊 结果 丢在火里以后 丢进去是三个人 到火里 成了几个人 四个人 国王也看见了 就得惊奇 这怎么回事啊 其中 有一个人走来走去 那个人谁 就是上帝 亲眼看见 所以 这个烈火怎么样 不能够把那三个 年轻人烧死 国王就惊奇了 国王就到 那个窑的门口 火窑门口 这三个朋友 你们出来吧 撒得拉弥撒 雅白尼哥 一出来以后怎么样 又是三个 这个时候 一看他们身上的衣服 一点也没有烧焦 结果 好 周围的人都温上来了 本来拜金像了 拜谁啊 拜宇宙的上帝 尼布加尼撒王 就下了个命令 现在大家都要拜 这位宇宙之间的真神 能够使得三个青年人 在火中不被烧死 衣服 连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 真是宇宙之间有真神 各位 这都实在地记载 但一里里面还记载 很多其他的神迹奇事 这位就是新约 写圣经的扫罗 他干什么 他去杀基督徒 凡是相信耶稣的人 他就抓来 抓来以后 干什么 下在尖里 严重的就给你处死 有一天 他正在去抓相信耶稣的人 因为他不相信耶稣 这个扫罗 他认为耶稣是个骗子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是个罪人 所以啊 他就捉拿相信耶稣的人 正在路上 一个大光 一下子照在他的身上 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 就有声音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说 你是谁啊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色的人耶稣 耶稣是拿色的人 扫罗就是真的有你吗 意思说 你起来到城里去 我要派一个人为你祷告 你会再重新得到光明 我要派你去 远远的做外邦人的使徒 把我传扬到全世界去 哎呀 扫罗在这时候就说 真的呀 耶稣啊 你活着 你真是救主啊 你死了 你复活生天了吗 这个时候 扫罗被圣灵感动 耶稣亲自给他说话 这位死而复活的主 显示在他的面前 扫罗回去 悔改 就到阿勒伯去三年的时间 研究圣经 他就完全明白了 出去传扬真理 结果扫罗后来就改名叫保罗 扫罗什么意思啊 扫罗是很大的欲望 了不起 保罗什么意思 是很微小的意思 他就后来就传扬福音 他所受的苦 没有一个人像他 被石头好几次打死 在深海里头被淹死 又饥又磕又恶 被棍子打 他都为主的名 因为什么 他真的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 他知道这位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因此他写了圣经 新约的大部分都是他写的 因为他深信这位救主 写了 从罗马书开始 一直写到西伯来书 非常感人 把圣经上的道理都给你解明了 你的一切的疑问 你不能明白的事情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关于信仰方面的 关于你处事 关于你的家庭 关于你怎么样教养儿女 怎么样工作 各个方面都给你有很明确的现实的指导 保罗所写的书信 各位 最后一位呢 就是约翰 约翰是耶稣门徒 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 他呢 为主受了很多的苦 因为他传言耶稣 就把约翰丢在一个油锅里 油锅丢进去 各位 你想 丢在油锅还能活吗 上帝就救他 他油锅就没有死 别人就计较他 你传言耶稣 现在要叫你在油锅里受苦 约翰就说 我的主 为我们的言故 定了十字架 今天我为他的言故 被抛在油锅里 我还是要更加的荣耀他 见证他 结果主就保守他 在油锅里没有被砸死 结果就把他拉上来 拉上来以后 就把他冲军冲到个巴摩海岛 没有一个人的地方 一个荒凉的海岛 他们想这次可要把他饿死在上面了 结果上帝给他食物 上帝养活他 在那里写了最后一卷启示录 圣经最后的一卷启示录 他还写过约翰一二三书 以及约翰福音 这是耶稣最爱的一位门徒 各位 你想想 这些人所写的圣经 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这位宇宙的主宰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 这样写出圣经来 是又真又活的 各位 这是我给大家所介绍的 请大家看我们第一页的 第一页的 第二大段 圣经是出自上帝的证据 其中第一个小段 完美统一的组成 圣经开始 从创世纪 写到最后的一卷启示录 一共用了一千六百年 其中呢 写圣经的四十多个人 他们的地位文化都不一样 刚才我们讲的 你所罗门那么有智慧的 还有放羊的呢 像摩西是放羊的 那摩西也相当有智慧啊 像耶利米啊 就没有什么地位 也没什么一般人的智慧 还有打鱼的 像彼得啊 像约翰 都是渔夫啊 渔民啊 圣经里面 各种不同的人 不同的环境 所处的时代不一样 却是写了一本 什么圣经啊 前后完全一致的 弟兄姊妹 以后你学的时候 创世纪写在公元前 一千五百年 启示录写在公元后九十六年 这一千六百年 这本圣经 前呼后应 多奇妙啊 一千六百年写的 摩西 和最后的约翰所写的书 会前呼后应 说明什么 写圣经 有位上帝 上帝掌管着 所以呢 他叫什么人写什么 写完了以后 这个圣经 完全是一致的 创世纪写在公元前 一千五百年 启示录写在 公元后九十六年 这一千六百年 这本圣经 前呼后应 多奇妙啊 一千六百年写的 摩西 和最后的约翰所写的书 会前呼后应 说明什么 写圣经 有位上帝 上帝掌管着 所以呢 他叫什么人写什么 写完了以后 这个圣经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 从圣经的组成 我们就看到 一定有一位 爱我们上帝 借着不同的人 来表明 他对我们人类的心意 是什么 让我们借着圣经 就可以真正的理解 明白了 请大家 我们现在 看提摩太后书 三章 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 三章 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 三章 第十六节 多少页吗 听不太后书 三章 我们从十五节 开始读 各位姐妹 你找到了 多少页 大一点声音 好 我们现在 一同看 先从十五节 开始看 并且 知道 你是从小 明白圣经 注意下面 一同来读 这圣经 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再读下去 圣经 都是上帝 所默示的 与教训 读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友谊的 教属上帝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圣经 这么多人 写成了一本 统一的书 其中心是什么 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就是给我们新的生命 这本书 好 我们 把刚才唱的 一人的路 第四十六 我们再唱一遍 第四十六 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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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 你要专心 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宠明 尝尝把圣经的教训 拉得尽快尽 主把圣灵 赐安给你 他也要为你 八页 十八页 万岂的事 你要远离 万岂的事 你要作弊 一人的路 好想尘息 渐渐照亮 越大越迷 你要专心 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宠明 尝尝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地记载心 主把圣灵 赐安给你 他也要为你 八页 万岂的事 你要远离 你要远离 万岂的事 你要作弊 一人的路 好想尘息 渐渐照亮 越大越迷 你要专心 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宠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拉拉地记载心 好 弟兄姊妹 你愿意记载心里吗 好 感谢主 我们等到讲下一次的时候 会发给大家一本圣经金句 等一等 我们会发给大家一张 就是圣经里面的概要是什么 拿到了没有 还没拿到 等一等 要发给大家 圣经的概要 这六十六卷写什么 每一卷有一行 告诉你什么时候写的 中心是什么内容 等一等 等一等 我们请 请年姐妹去找和离君姐妹 我跟她说过了 要把那个圣经概要 就拿来发给各位的 现在 我们第一点明白了 大家记得没有 第一个证据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圣经是上帝所写成的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第一个证据 这本圣经 虽然是 这么多人写成的 环境都不一样 却是都指明一位主宰 因此我们知道 是上帝是作者 通过人写的 这是第一点 现在我们看第二 第二请大家看 第一页 确实可靠的记载 看到了吗 第一页 第二个大段的第二点 确实可靠的记载 这里面有两节经文 第一节呢 第一节大家看见是什么 这里怎么说的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些石头 必要呼叫起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 这些石头要呼叫起来 下面呢 这个石头呼叫什么意思啊 石头呼叫就是古代的石头 有证据 下面还有句话 我们一同来读 唯有上帝的话 比永远立定 各位 圣经上的话 是永远立定的 时代经过变迁 它永不改变 因此我们给大家第二个证据就是 确实可靠 不随时代而改变 这本圣经写成到现在 已经有最早的一卷 三千五百年 已经三千五百年了 到我们最近的一卷 已经有一千九百年 但是圣经没有改变 经过了多少年了 从开始到现在 有三千多年了 圣经到现在仍然是准确 而且是什么 它是适合于每一个时代的 绝对适合每一个时代 这就不是出于仁义 出于仁义的话 可能适合于当时的一个小的范围环境 而且还不是普遍的真理 圣经是在任何时代 对任何人都是真理 你只要是真正愿意相信他 没有一个人 你不会感到 哎呀真是一本指明人生道路 方向和目标的盼望的一本书 确确实实就是这样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讲证据 就是下面第二个证据什么 我举很多的例子来说明 这本圣经不单是古老 而且里面所记述的 确实是真实的 用科学验证 下面是用科学去验证的 我开始就给大家讲了 一个磁铁有没有吸性呢 我拿一块磁铁来吸到上面去了 这是证据 今天下面我给大家讲证据 第一个证据呢 就是这里有两个山洞 这两个山洞在哪里呢 在死海的西岸 死海的西岸 有个地方叫观陵谷 这是观陵谷的山洞 这个山洞做什么呢 有一天放羊的人丢了羊 找羊的时候 他们想是不是羊会跑到山洞里去了 所以他们拿石头进去 丢进去 把羊可以把它轰出来 结果呢 当他们丢进去的时候 听见 叮咚 不是里面山洞的地下 是敲的一个瓦罐的声音 他们想这里面有东西啊 外面刚进去看不见 慢慢就看见了 看见什么呢 这是一些碎片 各位你看见这是瓦罐是吧 看得出来吧 圆的像个瓶子一样的瓦罐 这里还是碎片 下面呢就比较清楚了 就这样子的 三个瓦罐 发觉洞里头有多有少 有的放好几十 有的放一两个 他们打开以后 这个外面呢 像瓦青一样把呢 这个瓶口 罐口封住的 大概有 有这个 差不多半米多 那么高啊 有这么粗啊 像钢一样把罐 口上封住的 里面拿出来呢 就是这样子的 写在羊皮上面的 是什么呢 各位你看 就是这样子的 外头用布包着 羊皮展开 上面写着有字 牧羊的人不懂啊 就拿这个皮子去 觉得没什么用处啊 卖给你鞋匠 这鞋匠一看 这个皮子 因为是经过两千多年了 根本不结实了 不能够补鞋子的 各位这是宝物呀 后来就被发现了 说几个牧羊的人 他们拿着皮券 上面有字 一言就不得了 他们就首先 拿着外面的包的布 各位这包的布啊 这一层包着皮垫的布 拿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去化验 去测定 结果用放射性碳14 来测定这个包布 结果测定下来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 用的这个包布 放射性碳14测定 5000年以内是很准确的 这是科学的验证啊 第二呢 他们就 看着写的文字 文字是西班牙文 他们就研究 这是什么内容呢 哦 原来一看就是圣经 他们发现这里面 除了圣经以外 还有当时的法律的文件 还有其他的一些抄写的东西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圣经 一个叫研究西班牙文的专家叫科白里 他就研究的文字 什么时候写的呢 他肯定是公元前一两世纪的笔记 我们现在解放以后用简化字是不是 在解放以前是繁体字嘛 就知道什么时代了 这个字题 这样写法是公元前一两百年的 这是第二个证据 第三个证据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 这个 这个陶瓷啊 让这个陶瓷专家来看一看 这种东西在什么时候使用 现在我们一般用的就是塑料的比较多了 是吧 如果是我们说 以后再发现很多塑料东西 大家就知道了大约在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瓦罐呢 这种形式 他们专门研究陶瓷的专家就说 这个是公元前所用的 各位这三个证据并没有告诉他们 文字学家 你研究 你看到底什么时候 各研究各的 得下来的结论是一致的 都是公元前的 公元前离现在就是 两千两百年左右了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了 圣经呢 就是公元前的 这个手抄本 今天我们的是中文的 原文圣经呢 是抄在羊皮上的 是西伯来文 西伯来文 西伯来文 我们再把它翻译成中文 我们再把它翻译成中文 发现了这个四海西岸的 这个地方叫观铃谷 在观铃谷发现的这个古卷呢 西伯来文 和我们中文再对照一下呢 我们中文翻译的 和那个完全是一样 几乎没有差别 说明什么 今天的圣经 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圣经 没有改变 因为可以对照了 可以翻译一下了 专门有人去做过这个工作 因此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拿的圣经 就是两千多年前的 如果你有兴趣 经济条件有的话 你可以到以色列国去 这是什么 这是圣经之变 这里面 放的就是圣经 很大的 各位你看见树没有 这是树啊 一棵两棵 你可以看见 这旁边一个建筑 很大的 里面放的就是圣经 这中间高的那个尖顶的地方 玻璃图窗 这里面就把圣经 就是四海古卷 什么时候发现呢 是1947年 你现在五十多年了 1947年发现 都放在玻璃图窗里面 里面 仿潮 仿腐的设备啊 是很严密的 这周围啊 还有 都放着 在这两千多年前的 全本的旧约圣经 大概有多少呢 有礼拜堂 大半个礼拜堂这么多 因为都是写在羊皮上的 都陈列在 以色列国的圣经之变 以色列国后来发现了以后 就用了高价 转了好几道手啊 他买来的 又到所有的山洞 发现了成百的山洞里面 去寻找古卷 差不多都把它找到了 各位 这个价值是极高的 可以说是 都是多少万多少万美金的 就什么几页书啊 越古老 价格就越贵 今天我们 这是提到的 这古卷的发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所说的圣经 的确是真实的 现在在世界各国 我们中国出的 大百科全书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四海古卷 它可以告诉你 大约在什么时候写的 和现在圣经是绝对是一致的 是世界公认的 讲到这里呢 我们再给大家 讲两个证据 每个证据里面 有好多证据给大家来听明的 这是什么呢 各位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大船 圣经里面称它是方舟 也就是船的意思啊 四方的方 方舟 也就是船 这个方舟为什么造在这里呢 各位 因为当时的人犯了罪 大约会说了 犯了罪 就造个大船 造大船干什么 上帝说 就是世界上 要被洪水所淹没 凡是悔改的 你不愿意再犯罪了 就到这个船里去 这个船很大 据 有人统计过 可以放 四百到五百 四百到五百 火车的车厢的货放进去 就这么大 但是上帝呢 他还会亲自来 实行他的作为了 凡是悔改的人都可以进去 因此呢 就有了这么个洪水来了 挪亚那个时候听上帝的话 上帝说你造了 以后有洪水的 他就传警告 叫他们的悔改 结果传了一百二十年 有没有人听啊 都不听 你简直在那 说胡话 哪里会有洪水来呢 所以都不听 最后 有谁听啊 挪亚一家 一家几口啊 八口 他们挪亚和挪亚的妻子 夫妻两个 他们有三个儿子 几个了 五个了 还有三个儿媳妇 五加三 八 各位你看看 我们中国的船子怎么写的啊 啊 后面看得到了 我写大一个 怎么样 一个船上面怎么样 有八口 如果你现在不写个八 写个五写个三也可以嘛 是不是 但是 写船子的时候 造字的时候 我相信肯定有圣灵的感动 因为什么 第一个船世界上就是八个人在上面 这八个人 等等我会给大家讲的 关于八个人的问题 结果到一百二十年呢 他们不听 最后 来了没有 哎呀 洪水就真的来了 这些人呢 黑命的就在那方舟的周围啊 挪亚啊 你把方舟开开啊 挪亚 挪亚想开 但是开不了 上帝把他关了 这些人拒绝 不悔改 最后 你看他们 就爬到最高的 那个山上去 树上去 有什么用 没有用处 之中呢 整个的世界就被淹没了 淹了以后 圣经里怎么说 请大家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八章 我们请看第三节 圣经第一卷就是创世纪 八章第三节 创世纪八章第三节 水从地上渐退 过了一百五十天 水就渐消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好 我们就读到这里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结果后来 这个水就渐消了 方舟就停在这个最高的 亚拉拉山上 各位你说对不对啊 是不是圣经上所说的 各位 亚拉拉山在哪里 在土耳其这里 去的人超过一千了 都有报道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去的人都有相当的证据 在亚拉拉山上的方舟 而且大小呢 和圣经里记载的 基本是一样的 可靠吧 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可以给大家提个问题 如果没有洪水的话 亚拉拉山那么高 没有路上去啊 他们上去非常艰苦的啊 非常艰苦的到那里去啊 根本没有路可以走 这么大的船 怎么会放在一个山顶上 你说这个答案是什么 唯一答案是什么 洪水嘛 丢水把它抬上去嘛 这不很清楚吗 如果没有洪水 这个船怎么会跑到山顶上去了呢 绝对不可能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一点 现在还有个事实给大家讲 各位你 你看见 现在老虎狮子吗 吃人的大象啊 那些猎狗啊 很厉害的 他们有没有到方舟里去啊 肯定去了 不去他们就没有了 洪水是肯定是事实 因此洪水有事实 是事实的话 这些动物的一层活 肯定是到方舟里去了 对不对 如果不到方舟 这些动物就没有了 就绝种了 现在有绝种的 像这个恐龙就绝种 恐龙太大了 没有到方舟里去 所以只有化石 只有骨骼发现的 没有恐龙这个动物了 但是别的老虎狮子啊 这许多很凶的一些野兽还在的 怎么进去的啊 你知道怎么进去的吗 上帝说 这些动物它自己来的就进去了 有些人说 这不大可能啊 你看圣经里头啊 七章第七节 七章第七节 创世纪七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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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避洪水 捷径的畜类和不捷径的畜类 飞鸟 并地上一切的昆虫 都是一对一对的 有公有母 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 各位 我说圣经 记载真实就在这里 各位 你可以想一想 这些动物 是不是自动进去的啊 你相信吗 我相信肯定是自动进去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就问个问题 你能回答吧 如果你不相信圣经说 一对一对进去 它怎么进去的 是挪亚把它抓进去的吗 你想想 如果不是自己进去 难道挪亚打老虎狮子 要抓有公有母啊 不能光抓母的啊 还抓个公的一对进去 可能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挪亚绝对不可能的 怎么进去 自动的 圣经上的话 绝对真实 自动的进去 上帝叫他进去的 所以他就进去了 各位你看圣经啊 圣经他绝对 记述真实 现在我们 关于这洪水呢 我还要给大家 举几个下面缺失的例子 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是圣经里面的 我举几个外证 外证 外证 现在大家知道 各位这三样东西大家知道吗 煤 烧的煤 还有石油 我们汽油 石油里头的提炼出来的 还有化石 各位 这三样东西形成 必须有洪水 我可以给大家 读一段我们中国出的 中国出的瓷海 一千五百六十一叶 他说煤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由一定的地质年代生长的繁茂植物 埋没在水底泥沙之中 经过天然煤化而成 各位 我们发现煤呀 这个煤呀 有的人就说 这个煤是森林 所以如果森林的话 这个树枝的 它底下不是有的树根吗 说这个森林下陷以后 就形成了煤 因为它一定要到地里去 是森林下陷 我们说不是的 是洪水来 把树啊 都冲在一个地方去了 因为圣经里说 洪水来的时候 地也开了口 地也裂开了 现在我们几大洲啊 各位你知道吗 几大洲 它这个 这个板块啊 像我们 亚洲的中边 和美洲的西边呢 它这个 海岸海岸线的缺损 正好可以 可以合在一块的 就是 在洪水的时候 整个地球裂开了 裂开以后 水也出来 很多的森林 就埋在这个 深处 因此我们看到的呢 这许多森林 如果是森林下陷的话 煤的底层肯定是树枝状的 不平是吧 因为森林下陷了 但现在我们发现 所有的煤矿 底层是什么呢 底层是平的 并没有树枝状 因此 这就是 很多的森林呢 在洪水的时候 被打出 水冲 到一个地方 然后压在很深的地方 这是一个证据 现在化石 也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以形成的 现在世界上 有三十多个国家 都计数有洪水的事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诺亚的时候 是八口 诺亚历现在我们 根据圣经记载 大约是四千多年 四千多年 人口学 诺亚三个儿子 三个儿媳妇 几十年一代生几个 这么算下来 然后他的孙子 在几年再生 越来越多 人类的 人类学 他们就计算了 诺亚八口到现在 四千多年 正好是六十多亿 各位这个是很准确的 如果是进化论 那就完全错了 进化论 现在如果是 从多少亿年到现在 世界上老到几个地球 都捉不下人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非常科学的 现在四千多年 从八个人开始 人类学 增长率 正好是六十多亿 各位这是科学的 再一个证据 請计划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们这个河水啊 流到大海去的时候 因为河里面有泥沙 在冬天的时候 流到海里的这泥沙呢 它进来以后就冲成一种三角洲 泥沙 冬天冲的泥沙 是白颜色的 因为冬天没什么腐烂的东西 到夏天冲到这个海里的三角洲的地方 泥沙就是黑颜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吧 所以科学学就研究了 地质学学学就研究 看看三角洲 冲的泥沙 一黑一白就是一年 这很科学的 它每一年呢 不断的就是泥沙 就冲到这个海里去 到近海的地方就形成了三角洲 结果从世界各地的三角洲去 做了个调查 往下挖 多少层 都是四千多层 四千多层 就是洪水以后 到现在四千多年 这绝对科学的 这个叫什么 叫 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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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这个一层白 一层黑 称为是纹尼 这是研究地质学的 给我们的 现在再给大家讲第三个证据 我们细胞啊 细胞在分裂的时候 人体的染色体是四十六个 它又分成两个 还是四十六个 一个分成两个 所以还是四十六个 是吧 在分裂的时候 我们称为有丝分裂 比起一种拉力 把它拉开的 科学家呢 就研究了 他们就用一个受精卵 鸡蛋 一个鸡蛋 可以复制小鸡来呢 把这鸡蛋呢 科学家就宇宙飞船 离开地球的磁力 地球上有个磁场的磁场 离开地球的磁场 结果这个鸡蛋怎么样 离开了地球的磁场以后 它不会分裂了 不会出小鸡的 等着鸡蛋再拿到地球上 它就 小鸡就浮出来了 我们人体的细胞在分裂 我在上一次给大家讲过了 是吧 生殖细胞 母亲的卵子受精 以后会分成两个 两个都是四十六个染色体 以后分成八个 还是四十六个 但是分开的时候 一定要地球的磁场 把它拉开 各位 你并不敢到啊 但上帝造人的时候 他这个奇妙的作为 就是靠着地球的磁场 把它拉开的 如果地球没有磁场的话 细胞不会分裂了 太强也不行 太弱也不行 各位 我告诉大家 1835年 这德国的一个物理学家 叫甘斯特 甘斯特 他在什么时候 1835年 他就研究地球的磁场 以后呢 到了1966年 1966年 美国的一个 一个大学 叫巴恩斯 巴恩斯 他就继续 继续 这个德国的这个 甘斯特 1835年 研究的 一直到1966年 100多年了 他一直研究到 140年 就是到了 1967年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地球的磁场 在衰减 在衰减 这个140多年 已经衰减了 他就推算出来 在6000年 以前是最好的 这个磁场的 这个 这个磁性 他说再过 一两千年 地球的磁场 就没有了 各位 没有磁场了 任何动物 就不能够生长了 就停止了 因为细胞的分裂 动物植物 都需要磁场 把它一拉 拉成两个 两个四个八个 都需要这个力量 这是科学家研究的成果 因此我们看到 上帝创造天地到现在 多久呢 6000年左右 我们下次给大家讲 正好是最好的时候 现在已经6000年过去了 还可以 如果再过个 一两千年 人不能生活 各位怎么样 如果按进化的人说 多少一年以前 那根本人无法生存 那个磁力 大得不得了 根本无法生存 必须在一定的磁场的磁力之下 细胞进行分裂 各位 这都是科学的 科学的道理 说明 圣经上的 年代学 绝对准确 进化人所说的 不存在 现在我们 看第二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 大家看见 这一位老人 他是摩西 摩西 在山上 从上帝手里 借来了两块石板 这两块石板什么 就是十条诫命 这十条诫命 是上帝亲自用 指头写的 刚才我开始 给大家讲 写圣经 四十多位 写成圣经 都是上帝告诉 某某人 他写 只有十条诫命 是上帝亲自写的 整本圣经 只有十条诫命 是上帝亲自用 指头写的 写好了以后 交给摩西 摩西呢 拿着就下山了 下山就看见 他们在这里 以色列人呢 拜金牛竹 摩西啊 就很难过 他在圣怒之下 怎么样 就把这个石板 丢在山下摔碎了 这上帝写的十条诫命啊 摩西把它摔碎了 怎么样 结果啊 各位 这个石板呢 在中东战争的时候发现 在下面呢 有个报道 我们请看一下 各位 这一张 这张是 世界瞭望 是解放日报登的 上面是太阳报 是美国报纸登的 这里呢 是一块石板 摔成两半了 这个 掉了个脚 我们中国呢 解放日报的 也是一样的 这里一脚没有了 这里摔成两段了 美国的太阳报 和中国的解放日报 都登载了这件事情 在什么时候登载的呢 我们中国 登载这件事情是在 1992年6月17号登载的 美国的太阳报呢 1992年2月25号登载的 一样的 说明什么 就在中东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炮弹 打到地下去 坑 结果坑里发现什么 就发现了 砍碎的石板 开始不知道啊 这个石板上那刻的什么 一研究 原来写的就是 十条诫命 各位在这里啊 有一段话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是 耶路撒冷大学的物理学家 达文斯 他就检验 这个石碑以后 他就这样说 他说 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腐蚀 已经遭到了磨损 但卑文的笔画 清晰有力 没有一名石匠 能够达到如此的水准 各位石头上 有字肯定刻出来的了 他说 没有一个石匠 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巴勒斯 和其他来自欧洲 美洲的科学家 他们曾被石碑 采用X光线 和计算机分析 等各种不同的方法 进行查验 得到结论 碑文无疑是 烧在石碑上的 无疑是烧在石碑上的 白林大学的教授 萨尔斯说 我现在不能肯定说是激光树 激光树 那是很高的温度了 可以在石头上 可以烧出自来 刻出来 但确实使用了某种雕刻光 这是古西班牙人 还远远达不到的一种技术 他说古西班牙人 绝对不会有雕刻光啊 怎么这个石头上 是用烧出来的呢 而且是烧的笔画 那么清晰有力 他们研究的石头 是几千年以前的了 各位 为什么 请看圣经 圣经给我们答复 请看圣经 生命记 神明记第四章 我们请看第十三节 神明记 神明记四章 第十三节 多少页 169页 旧约圣经 从头开始翻 从头开始翻 196页 神明记第四章 第四章 好 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好了 十二节 耶华 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十三节 他将 所吩咐你们 当守着约 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件 并将这件 写在两块石板上 各位 看见没有 在什么 在火焰当中 说话 把十条 详命 上帝 写在两块石板上 我们再请看五章 五章第二十二节 五章第二十二节 找到来来读 五章二十二节 这些话 是耶和华 在山上 从火中 云中 幽暗中 大声 小于你们 全会 中的 此外 并没有 偏别的话 他就 把这话 写在 两块石板上 交给我了 我谁呀 就是摩西 刚才我们看见 摩西呀 他就伸手 接受了上帝给他写的十条 绝命 你注意没有 在什么情况之下 写的呢 在火中写的 各位看见 这个枝头 写的时候 有光 这是我们语用人呢 来表达一下 上帝呀 在宣布十条 界面的时候 西乃山 整个的冒烟 有火炎 刺射 这个时候呢 上帝就是 用 这个枝头 我们这是想象的了 因为 在火炎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石头上的字 是用火烧出来的 上帝说 用枝头写 那肯定 上帝枝头 比那个火 还要来的 能够使石头 融化了 这种力量了 因此 我们刚才读到 《生命记》里面 两处都提到 上帝在火中 写了这个石板 各位 这是唯一的答复 我觉得非常可信 为什么 因为 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 上帝在火中 写在石板上 现在呢 中东所发现的 那个石板怎么样 对了 完全是 用雕刻光 把它 雕刻出来的 而且几千年前 以色列人 不会有这种技术的 那只有上帝 他的枝头 能够写出来 各位 这是真实 可信的凭据啊 各位 后来 上帝呢 又叫摩西呢 做了两块 上帝 重新就写上 那两块 是摩西摔碎了 上帝没有怪摩西 因为摩西 发的是欲怒 上帝说 你再 拿两块 我再写上 这两块石板 现在保存着 还没有发现 据说 耶稣再来以前 可能会发现 完好的 上帝 亲自写的 两块石板 我们等待着 希望 这个什么时候 发现 耶稣就要再来了 这最后 各位 这十条诫命啊 为什么 上帝要亲自写呢 因为十条诫命 是最重要的 人类 为什么有了痛苦 大家有了眼泪 最后有了死亡呢 就是违背了 上帝的诫命 违背了活法 怎么样 看行 是不是 违背了天法呢 人就是死亡 所以你每天的生活 为什么常常苦恼啊 不喜乐呢 忧愁呢 甚至哭啊 就是因为 我们违背了天法 什么是天法 就十条诫命 我们在第十诫 给大家仔细讲 上帝的天法 因此 只有 这个天法 是上帝亲自 用他的指头 写在石板上的 感谢主啊 今天我们发现了 科学家也证明 这绝不是 哪一个人 能够把它 写出来的 十条诫命 这里的一个总纲 他创造了宇宙 他创造了宇宙 下一刻给大家讲 六天造一切 都是为人造的 因此我们要在今天 第七天 纪念上帝 你爱我们世人啊 你创造都是为我们 不单是 为我们今生 而且还差 耶稣来 安息日 定在十字架上 死了 让我们 再者永生 这都是 纪念安息日的意义 第五 当孝敬父母 第六 不可杀人 圣经里 讲得很细 凡是 引导你杀人的 任何的思想动机 都是犯了杀人的罪 不可奸淫 动了淫恋的 就是犯了奸淫 各位 犯奸淫的人 开始 总有淫恋 因此你虽然没有行为 你有了这个思想 就是犯了这条诫命 不可偷盗 各种不同的形式 你多得了 都是偷窃的行为 不可说谎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起贪心 任何别人的东西 你都不可以贪 圣经说 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土壁牛驴 病态一切所有的 各位 这个十条诫命 我们在第十课 给大家仔细讲 这就是天法 当我们深深省察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他不在上帝面前 低头 上帝啊 我是个罪 因此耶稣基督呢 就是为此 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意思为什么牺牲呢 就是为这个言故 他定在十字架上 定死的架干什么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违对人心法 耶稣正十字架 替我们受死 免去我们的死亡 我们的罪怎么办呢 耶稣正十字架 赎我们的罪 所以他们扎了我的手 就是定了我的手 我的脚 耶稣为我们的言故 他是无罪的 我在上两次就给大家讲了 各位 耶稣是宇宙的主宰 他有罪吗 有没有罪啊 他肯定是无罪的 是不是 耶稣说 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呢 我们第五课给大家讲了 比拉多 审耶稣的比拉多 他就说 我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罪 我要把他释放了 你看 但是耶稣呢 他自己 他到世界上来 是主动为我们死的 因此 怎么让他死了 结果还是定他是罪啊 谁的罪 很明显的就是 你我的罪 加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就是担当着 我们的罪而死的 各位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他替我们死了 就给我们有事 所以开始我就讲了 我们怎么得胜呢 就是耶稣 他替我们牺牲了 所以我们 所犯的罪 一笔勾销 因为耶稣 替我们 付了赎罪祭 各位 这个姐妹很高兴 为什么 他的罪 耶稣赦免了 你愿意吧 能像他一样 这样快乐的生活 弟兄姊妹 只有一样 把自己 一起的罪 都要谢给 我们这位 宇宙的真实上帝 当你真正接受耶稣以后 你就像这两位姐妹一样 有盼望 他所看的什么 不再是世界上的 金钱地位和名誉 他仰望耶稣基督 仰望能够存到永远的 新的生命 弟兄姊妹 我这一生当中 圣经指点着我 使我到今天 我的人生经历了许许多多 不平凡的事 坎坷的事 但是上帝呢 一直保守我 使我能够到今天 为什么 因为 上帝赐恩给我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下次要讲 圣经得以保存 在中国可以说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没有圣经了 最少你看不见了 谁看圣经 那抓你 批斗你 甚至判你的刑 还有人处死的呢 就是为圣经了 但现在怎么样 大家随便可以买到 现在印到 两千万本以上 真的太奇妙了 中国是个 无神主义的国家 竟然能够印这本 全部是讲上帝的事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 我们明白了以后 也让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什么 圣经是上帝所写的 因此 他有最大的一种力量 叫世人 能够爱慕他 什么力量 也移植不住 在中国 在中国就是要印 而且政府呢 大力的支持 现在我们谁都可以买到圣经 那么便宜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可是没有圣经了 那个时候怎么样 我就这个小本子 在抄圣经 各位我过去的时候 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呢 就离开了上海 在文革没有过去 我就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 多么希望有圣经啊 那还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 结果家里呢 藏着一本圣经 我探亲回来 就每天就抄圣经 抄在这个小本子上 我回去 我就看 给我很大的一种力量 真是觉得宝贵啊 弟兄姊妹 现在有圣经 大家可能没有觉得太宝贵 当没有圣经的时候 你会感到非常宝贵 你看到一记圣经 哎呀 太好了 因为上帝的话 就是安慰我们 我们的力量 我抄好了以后 我就回去了 回去就带着身上 各位 那时候我虽然是 已经是职工了 我为信仰的缘故呢 对大家讲过没有 我记不得了 为信仰的缘故 到西北去过 我判了刑 所以那个时候 是没有自由的 虽然我已经 出来成了职工了 刑满了 可是呢 还是 没有完全的自由 所以有一天呢 就召集所有的人 开大会 开大会呢 结果呢 人人都要参加 我那是做义务的 因为我在 那个单位里头 就是做义务 一去也是做义务 给人看病 那天都参加 我们也参加了 实际上怎么样 要检查 要检查 从头到脚 检查你身上 有什么 违纪的东西 主要是检查 人民币的 有很多劳教了 在里头 人民币那时候 不愿意再存款了 所以国家呢 就是在单位里头 查出人民币来 给你存上 这样 当然也查很多 别的东西了 那我这个本子 在身上了 那查出来以后 最佳一等 是不是 你已经现在 给你释放了 你还在 把圣经 抄在这里面 你没有改造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知道了 这本 抄好的本子 在我身上 我是无法躲藏 那个时候 我就祈求上帝 上帝啊 怎么办呢 这本圣经 抄的 如果查出来了以后 肯定还叫我 再去改造去 因为你没有改造好吗 是吧 你现在还在 抄圣经吗 我就祷告主 上帝啊 求你救我 但是我默默地 立下个志向 查出来了以后 为此 我坚定地做见证 你第二次叫我进去 我甘心乐意 我就做了这个志向 主啊 我把我的下面 我就交给你了 那个时候 我这个想法 上帝啊 求你救我出去吧 免去啊 这一次的一个考验 以后就挨个的 一个一个人检查 看着就快到我了 真的把我叫出去了 看奇妙了 把我叫出去 干什么 一个外调的 来了解一下 过去的事的情况 实际上很小的事 这外调的 为什么不早来不晚来 就到检查的时候来 为什么不早叫 不晚叫 就快到我这儿 把我叫出去呢 各位 这绝不是偶然的 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 为了这个小本子 如果再晚一点 那就检查到我了 再早一点的话呢 那你再进去 还没检查到你 他估计差不多了 那么长的时间嘛 可能就检查到了 所以检查完了 我就不去了 他还没再叫我进去 这个本子就保留下来 各位 我很感谢主 二三十年了 我一直保留着他 这是见证 主 使他 这些主的话 没有被毁掉 让我也没有再经受 第二次的考验 但这些问题 都是过去了 我感谢上帝 我的事就解决 彻底解决 认为处理错了 我给大家说过了 以后就是 我的级别改了 双位国家的干部 而且是老改队的干部 司法厅的干部 所以 这个也是很奇妙的 我也想不到 后来就是这样 整个的服装 就现在 公安部门的服装 级别都是那样 所以最后 在我的退休证上就写 我逮捕的那天开始 是到西北去干革命工作 直到现在 就是这样 这就是给我的鉴定 就是彻底的 把过去都否定 弟兄姊妹 我今天给大家说这个 见证了 借着这本 抄写的圣经 把我的自己的事业 给大家说 我真的感受到 宇宙之间有位上帝 在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在里面不自由的时候 我一直是亲近上帝的 那许多的病人 我用各种的方法 把真理给他们 在冬天的时候 天气暖和一点 西北很冷啊 零下二三十度啊 他们 我叫他们都出来 坐在地上 给他们讲解 人生的道理 怎么一个健康的身体 在我的言辞当中 就是他们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要真正的认罪悔改 政府一看很好啊 你做的工作很好啊 是不是啊 但是我知道 我在那里是 为主工作 所以主很赐福 在我的义务工作当中 可以说得到极好的评价 我是十三年 十二年 就因我工作突出 可以说 在那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有三个月没有死人了 各位啊 大家没有经历过 这里年纪大的人不多啊 经过那个 六年年 特大自然灾害 不得了啊 人饿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大家 甚至吃人的大便 饿到这个程度啊 特大自然灾害 我们那个地方 三个月没有死人 我靠着上帝的帮助 各个队里人都在参观 你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所以后来以后 我十二年 我捡了三年刑 我就成了九年 就是因为这个医务工作 我感谢主 上帝是我在里面 认识很多的那里面的朋友 他们相信了上帝 感谢上帝 一切 我们知道 你要持守着信仰 在任何环境之下 你都是喜乐的 各位 我在那里面 没有忧愁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救人 救人了 那九年的时间 上帝 上帝 上帝出来 又带领着我 下面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以后 我在给大家讲当中 会逐步的再谈一些 过去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话是真实的 圣经说 在今世 你要依靠主 没有不在今世 得百倍 你为主的名 为了相信上帝 我为什么进去 就是太热心了 那时候每天晚上 大门开开 祝道会 我们这一周一次啊 那时候天天晚上的 叫人进来信福音 所以那时候你太热心了 就把我抓起来 没有别的 感谢主 这一切 我就看到了 所以圣经说 为主的名 没有不在今世 得百倍 怎么样 来时还得永世 弟兄姊妹 我很喜欢大家 我从内心里讲 一看见大家 我心里高兴得很 因为什么 如果我们吃手真理的话 过个半年一年以后 大家都会成上帝家里的人 我多高兴啊 今天这里有好几位呢 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们参加牧道班 现在在参加第二次 看到特别亲切 比自己的骨肉还要起 与圣经理说了 在均时得百倍 大家就是一个最和睦相爱的大家庭 百倍啊 我的弟兄 因为六个 但现在在教会里头呢 就成千上万的了 都是我们弟兄姊妹啊 多宝贵 多好感谢主 今天呢 我想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愿上帝能够 使我们弟兄姊妹 都能够持守住 上帝的话 绝对是 有权威的 而且他的应许 一定会实现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